炸油机买回家来却出了大问题 为什么上当受骗的总是老百姓 他们都有一个脱贫致富的梦 没有想到一台炸油机却炸碎了他们的梦 敬请收看本期聚焦三农 在农村啊 很多人都在编织着自己的脱贫致富梦 家住江西省莲花县山下村的村民彭富民 身体不太好 那妻子呢也是常年有病 加上孩子上学 陆续欠下了几万元的外债 那如何才能尽快脱贫呢 因为当地盛产油菜 彭富民呢就和姐夫还有邻居商量 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台炸油机 炸菜籽油赚钱 去年四月花了好几万元买了一款炸油机 如今这大半年过去了 这款炸油机用的怎么样 他们能赚钱吗 彭富民的新机器买回来后 他就把厂家给他的宣传话挂在了门上 一时间村民都来掉河 几天时间两间仓库都堆满了菜籽 可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一分钱都没有赚到还赔了钱 这是为什么呢 赔着两千多 赔着两万多斤油 十块钱一斤 就是因为这台炸油机出油率太低 他们给村民保证的目标没有实现 你就得赔 现在这台炸油机就静静躺在油房里 六级压榨的标签还在上面没有撕下来 彭富民说 他们当时看的是四级 可他们推荐的却是六级 那他跟你说六级炸跟四级炸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四级压榨了 它的缺义率比较低 六级压榨了 它的时间也长 它的缺义率也高 是这个机子 嗯 就是这个机器 嗯 你当时在哪看到的这个效果 它的机器好 这是网上 网上看了 作为一个消费者都想买台好机器 级别越高 出油率越高 也是他们想要的 彭富民相信了 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想到这些 彭富民就一肚子火 这个品牌的凡几次吹牛 我们上当受骗 出油率大多少 出油率大到2006到2008左右 2002.8 嗯 他给你介绍的出油率大多少 打322到45左右 不仅如此 出油口还出渣 油很混浊 彭富民质疑 他们的机器是否有问题 技术人员告诉他说 这是新机器 要有一定的磨合期 磨合一段时间就好了 彭富民相信了 就给他签了字 技术人员走了 谁知他们磨合了 一事如此 这个K机厂 我们就亏本 越大了就越亏 越大越亏 彭富民说 他太相信厂家的宣传 人都没有去 就把钱打了过去 在技术人员把机器安装好后 给他签了字就不来了 后来说 来可以要先付款 先付那个800块钱 那个旅餐费 在安排公司的过来 没人才能过来 我说要多少时间 他是不一定 10天半个月也不一定 那你说要 我800块钱一天 10天半个月 一万多块钱 我让我们买一只金炸 陈富民告诉我 他买的这台炸油机啊 厂家给他介绍说 11小时可以炸7到8吨 这个储油力 在32%到45%期间 可是陈富民说 他怎么炸 也达不到这个标准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现场来做一下试验 为了好计算 我们撑了100斤油菜籽 炸油之前 按照厂家技术的要求 先热机 再把过干的油籽 按比例撒一点水 这样不仅会好压榨 出油率还会更高 记者亲自计时 并启动开关 来见证结果 谁知机器才运转了 45分钟就堵住了 既不出油也不出渣 彭富民他们又忙活了半天 也没有解决好 45分钟时间 才加工了25斤菜籽 那又炸出了多少油呢 真是无法想象 25斤菜籽只炸出 4斤一两油 出油率还不到17% 难道是菜籽的问题 彭大勇说的新机器 是他们发掘上当受骗后 又花了两万六千元钱 从别的厂家 重新买的一台四级炸油机 他们两台机子 做了好多次对比 同样的菜籽 每次都是新买的机子 出油率高 平均都在38% 彭富民告诉记者 本地好几个炸油高手 都说是机器的问题 可经销商就是不认账 他们也不来 接着彭富民又给经销商打电话 电话通了 那对方又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们要求你们排人过来 你们医生排人排人过来的 你收钱单600块钱的费用 我给你派个零过去看看 你知道吗 他们的回答让彭富民很伤心 这个5万多块钱 也是我们的许商钱 现在成长也得配铁 我们也是好幸福 最内的这个5万多块钱 这个炸油机的宣传 不仅让彭富民相信了 也让江西省永修县 双峰村村民陈玉来 看到了脱贫的希望 2013年底 他从银行贷款5万元 欢欣鼓舞的把机器买了回来 陈玉来的炸油机安装好了 就等来年的油菜丰收后来赚钱了 所以他每天都做着脱贫的梦 随之来年的油菜倒是丰收了 可他的炸油机却出了大问题 这出炸的地方出油 出油的地方出炸 这个机器就根本就没用 陈玉来说 2014年6月的一天 当地的油菜丰收了 许多乡亲都把菜籽送到他这来 排着队请他加工 没有想到出了这样的问题 这台机器不能用 于是陈玉来就给来安装的技术员打电话 可对方的回答让他很吃惊 再上门就要先付钱 陈玉来说 家里本来就困难 父母生病 盖房子 欠了七八万元 这贷款每年要还五千多元的利息 这一来更困难了 买个机器脱贫 这越脱越贫 他没读书吗 是不是 他是一个博士 他说什么就想训人家什么 炸油机急速越高 出油率就越高 经销商真的是这样宣传的吗 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 来到这家炸油机厂家 看来厂家还真是这么宣传的 那螺旋炸油机压榨级数 真的是越高 出油率就越高吗 记者电话采访了 中国农业机器化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志庆 李志庆研究员说 炸油机到了四级 已经把油都榨干了 没有必要再用五级以上的炸油机再去炸 这样不仅增加了成本 也出不了几量油 而且还很难操作 那这个级数标准又是谁定的呢 彭富民陈玉来都说 他们经过多次对比 这家的炸油机出油率 不仅达不到厂家宣传的标准 也大大低于其他机器 这说明就是机子有毛病 可经销商说机子没毛病 那这个厂家在南昌分部的工作人员 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同样的东西 比如说你在人家那里炸 你能炸到35斤 到我这里炸 我能炸30斤 那再做我们机器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的机器炸不到35的话 别人的机器炸到35 那你继续有问题 对呀 这不很好理解吗 脱贫致富的梦想 不仅仅陈毅来和彭富民所有 家住贵阳成交的王华 也有这样一个梦想 所以今年8月 他就买了一台 另一个品牌的炸油机 厂家给他介绍说 他一年最少要赚20万 那现在散起来 五个月过去了 王华到底赚了多少钱呢 我们去看一看 王华贵州省贵阳市 乌当区魔方社区居民 由于家里比较困难 他就想买一台炸油机来增加收入 网上一款炸油机的宣传 吸引了他的目光 这个是最先进的 还获得了国家专利的炸油机产品了 国家专利还有个洋名字叫罗米欧 这让王华感了兴趣 他亲自来到广州这家厂子看机器 厂家一位老总的介绍 更让王华动了心 这个罗米欧厂家老板 就给我介绍他们的商用机 他说你买这个商用机回去 一年就可以赚二十多万 绝对没什么问题 你再加盟我们的经销商 再帮我们卖机子 然后你就赚得更多了 王华说一年能赚二十多万元 这不就是他的梦想吗 他没有多想就和他们签了合同 交了钱 先以市场价 一下买了一台大机器 十台小机器 没有想到回来一试用 问题就来了 王华说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榨出的油并不清澈 油渣混合像米糊一样 还要沉淀几天 于是王华找到厂家要求退货 他两万九千八百元买的大机子 可厂家只退了他一万七千两百元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跟他签的这个加盟协议 就是说违约方要承担五千块钱的责任 那我就属于违约方了 我说是你机子不行 他说他机子是好的 王华说机子带采购的原料 这一下就亏了八万多元钱 他已经向法院起诉 要求厂家退还他的货款 厂家真的是这样 向王华宣传的吗 记者拨通了厂家的电话 厂家还在向记者推销 它是全国唯一的一家 看来炸油机行业的虚假宣传 真的很害人 那炸油机都有哪些不实的宣传呢 还有所谓的国家专利 五星级售后服务等 那这种夸夸其谈的宣传 到底由谁来管呢 其实没有人监管 目前还没有一个行业的协会在这方面 有时候他们只是监 他们只是读书一下 但是他们没有行政的制作权力 它只是一个民间机构 专家提醒农民朋友 要注意合同陷阱 厂家口内容一定要写在合同里 要注意签字陷阱 更不能随意签字满意 你只有学会了技术 亲眼见到自己买的机子性能 像他们宣传的一样后 再签字再付款 同时专家也呼吁 有些炸油机厂家 宣传要实事求是 不要浮夸 要把自己的产品质量观拔好 不合格的产品千万不要出厂 切勿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我们搜索了一下 发现全国利用质量低劣炸油机 诈骗农民的案例非常多 说明这是一个坑农害农的重灾区 重灾区的背后是管理的缺陷 我们呼吁智监工商等部门 来一个专项行动 对这类骗局予以重点打击 那这么多农民上当受骗 也说明农民缺少足够的知识 无法辨别真假伪劣 我们建议想购买炸油机的人 先要了解炸油机销售中 冒充生产厂家 冒充大型号 虚标产量等常见陷阱 掌握识别骗局的技巧 在购买的时候 要认准知名品牌 所要发票 一旦发现了问题 及时到工商等部门 反映情况 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查处的过程中 有很多没有标注的一个箱子 车辆高速公路上违章停车 检查时竟发现七只猕猴 更多内容 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看 好 欢迎回来 最近啊 湖北夷陵高速公路交警 在夜间巡逻的时候 发现一辆小车停在路边上 这民警呢 原本以为司机只是违章停车 然而在检查的过程当中 竟然在后车厢内 搜到了七只国家 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猕猴 近日高速公路交警 在湖北省宜昌市 宜林区巡逻时发现 一辆车违章停在高速公路上 随即民警对其进行检查 经查该车证件齐全 其驾驶员龚某 因想上厕所 便临时将车违停在高速公路上 民警在对车辆 做进一步检查时发现 后车厢内装着几个绿色的编织袋 并不时发出动静 在查处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这个司机 他这个比较惶恐 眼神的比较漂泊 我们觉得这个司机 这个神态有点不正常 这个车辆有很多 没有标注的一个箱子 而且有一种味道 民警要求公某打开编制袋 这编制袋一打开 民警着实吓了一跳 之间编制袋包裹了数个铁笼 笼内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 由于当事人涉嫌非法收购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民警与当地森林公安取得了联系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公某赵某 初步交代了作案过程 目前 两人以涉嫌非法运输 国家重点保护的 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 被刑事拘留 以后是我们国家 重点保护的 珍贵宾威野生动物 非法捏捕 杀害 收购 运输 出手 超过楼子以上 属于总的案件 好 2015年双创这个词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指的就是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在2015年10月召开的 全国双创大会上 李克强总理接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就是辞去百万年薪 再次从零打拼的李财胜 那么在他的心里 究竟规划着 怎样的一幅创业蓝图呢 我来自江西农村 从小家里比较贫穷 记得在小时候 家里兄弟姐妹比较多 那么呢 生活条件相当比较差 记得当时靠起了大学 那么家里没有钱 跟我读书 我们就这样中途 就出来务工 那么在过期的 这个20多年打工里面呢 竟然也做过各行各业 做过流水线上的工人 做过流水线上的工人 我记得总理当时讲的句话 创严 不分辐射 不分学历 不分年龄 这个我们过去啊 这个自种呢 是人工收粉 人工拿绳子 是吧 后来买过的 他就发明了 用这个自身飞机来 收粉 人家驶自身飞机 我们是无人家驶飞机遥控的 就是说 我们这个就 以他的义务 提高了一步 小时候看到自己的爸妈在打这个农药 那么经常发生这种农药中毒的事件 这个事情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阿丽一时呢 这个下半年 我就辞去了我这个打扮年薪的风作 那么就出来出来畅业 然后呢 这个飞机的重量很轻 整架飞机的重量只有十公斤不大 那么一般的老百姓在前间转移 非常地方便 那么这款飞机的这个作业效率也很高 这款飞机 我们一个小时作业可以到八三毛 一架无人机 等五十个农民干工 一天要节省成本 一半以上 通过这个GPS导航软件 能够事先给它设定好这个航程 路径规划 通过一键启动 飞机就可以按照事先设定的路径 去制度飞行 就好比我们的汽车导航一样 我做这件事情 就必须要下定决心 所以呢 我把我的房子抵押给了宁航 然后凑住了这个五百万的资金 吸引这些年轻人回家 创业 提高这个农业的 资保的生产效率 以前出去打了很多工 这些工作挺累的 也不挣钱 而发觉这个学乌云机挺好玩的 也能挣钱 理财政呢 他对这个农民这块土地啊 非常的热爱 自己能够走出来创业的不容易 应该说是他对我们很多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呢 梳理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我希望通过我们自己不断的创新产品和设计 能够把我们的产品打造成中国农业无人机级的领导品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关注聚焦三农栏目的官方微博 微信 给我们留言 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明天同一时间